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波兰这边就宣布了 带了10亿美元的 欧洲安全防护计划 并且一再地强调 强调再强调 欧洲的安全最重要 是绝对不可以被侵犯的 到底欧巴马大总统 这么下飞机这么大声 到底是要呛瞎给谁听呢 我们就赶快介绍来宾 来告诉大家 首先介绍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雄伟好 大家好 资深的媒体人胡孝成 大家好 新生专家莱维谦 雄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媒体观众者康仁俊 雄伟好 大家好 请请航空网站总编师夏伟 雄伟好 大家晚安 好 大统领来了 这样子欧盟这些国家 还有北约组织这些国家 会因此而士气大政吗 还有欧巴马会这么呛 目标跟矛头指的当然就是 俄罗斯的普丁大总统 谁怕谁咧 我们先来看新闻 美国总统欧巴马 转开四天欧洲行 第一天就承诺加码300亿台币 扩大美国在东欧的军事布置 以因应乌克兰动乱 以及俄罗斯 觊觎东欧的压力 欧巴马接着将参加七国峰会 以及诺曼蒂登陆 70周年纪念活动 不过欧巴马并不打算 跟俄罗斯总统胡亭会晤 相关单位只好费尽心思 排开两人的动线 避免不小心见到面 好 可以看到美俄 针锋相对 谁怕谁呢 不知道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这一次欧巴马大总统访问 会在马上要登场的 诺曼蒂登陆70周年的 这个纪念仪式上面 就要跟普丁大总统会同台 但是有没有办法避掉呢 还是要面对面王健王呢 相关的情势 当然要问赖教授 基本上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怎么说 眼睛那个可以瞄到 瞄到啊 因为现在两个人 都不愿意见面嘛 美国人也不愿意见面 那么俄国人就说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不要去就好了 但是问题就是 两个国家都要去 不去的话 因为那是一个大舞台 没错 那么多人参加 然后各国的 欧洲的这些重要的国家 都会参加 那这个时候 70周年嘛 对嘛 那对俄国来讲 他要突破这个外交孤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平台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法国的态度跟立场 就跟美国就有点不一样 怎么说 因为本来美国希望欧盟 跟他联合在一起 孤立俄国 但是很明显的 法国的总统说 不行 我还是要邀请 这个普丁来参加 对啊 当初人家也有打仗 对 然后英国的首相 那个 他说 我还要跟普丁吃个饭 可是英国跟美国 是叭叭叭叭 对啊 是兄弟 这个时候 心情当然不是很舒服 对奥巴马来说的话 所以奥巴马在这个时候 欧洲这个这么大的舞台 这么大的市场 不能够让他丢掉 他前段时间不是说 亚洲最重要 我要重返亚洲 我要重新领导亚洲 在香格里达会议的时候 不是跟中国 大陆这边两个 吵得不可开交吗 可是你看 现在他又说 欧洲太重要了 欧洲才是我最重要的 最重要 最重要的 重中之重的 战略支柱 这个时候亚洲国家 听起来就不知道到底 是欧洲重要 还是亚洲重要 我们到哪一个地方 就说哪里的话 这真的是 对那就没有人知道 到底哪一个国家重要了 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可以平心而论 欧洲对美国来说 的确是比亚洲重要 没有 对不起 一定比亚洲重要 好 这个时候 欧巴马为什么要赶快 而且要提前去 是因为欧洲 目前有一些冲动 这些冲动 是来自于东欧的国家 中欧跟东欧的国家里面 他们对于美国 在欧洲的这种意志 这种决心 他们开始产生怀疑 开始怀疑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想说 你如果你 如果你美国真的没有决心 没有实力 没有意志要保护我们欧洲的话 那我原来是苏联的 这些成员国的话 那我可能要考虑 要学芬兰 学芬兰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人的身体在欧洲 但是我的想法 必须要回到俄国去 就是人在朝银 心在汉的意思就是了 也就是我们叫做芬兰化 其实说因为我怕俄国 对我产生安全上的威胁 所以我在外交上 在国际政治上 我基本上必须要 配合的俄国在走 这就是我们叫做芬兰化 那么对美国来讲 他也担心 原来的这些波罗的海的国家 波兰 匈牙利 这些国家 慢慢的又摆荡 回去俄国那边去 好 所以奥巴马 要给他们打强心针了 那这样一马上去打 然后声音还这么大声 真的那边就不松动了吗 不会 那他这样不是白忙吗 因为他还是要忙一下 因为他说我拿出10亿 可是坦白说 10亿美元 300亿台币 对欧洲来说 真的是不是大钱 没有很多 没有很多 会不会只是宣布第一笔而已 后面还有 很难 因为他说这笔 还是要经过国会同意 要同意 因为美国现在真的没钱了 美国政府真的没钱了 所以他本身 没有办法拿出大把钱 所以他说 我再把F-16再加强一下 可是你看还是F-16 不是F-35 还有他说 我再把兵援增加多少 我再增加军援 你知道增加多少人吗 增加多少人 从150人增加到480人 你现在说的是百位数 百位 增加300多位 真是谢谢他 对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 你可以看出来 奥巴马他的确是很有心 想在欧洲再多做点事 但是他的筹码真的不会很多 看到的是东欧 现在欧洲的这个情势 欧巴马总统 好像有点使不上力 不止欧洲这边 是不是亚洲这边 也开始没有办法 称他的心如他的意 为什么除了先前 有一个日本 死就不可能 签他的贸易协定之外 现在竟然连韩国 南韩这边也传出来 就是什么都要听美国人的 这一个飞弹防御系统 韩国人也决定 要靠自己自己做 就是不吃美国这一套 是这样子吗 你看像这个呢 是SED 然后这个是爱三 这个呢 就是韩国自己要开始 研发的这个系统啦 那其实这整套系统里面 我们刚刚讲到 SED的部分其实 是最适合台湾的需要 也就是说台湾来讲 因为我们的那个 面对的那个飞弹 有那个数量 这个高达1500枚的 那个短距离的 地对地飞弹 特别有很多 我们必须要可能 在海峡上空 就要把它拦截到 那在那个情况下 PAC-3的那个射程 可能往往不及 而你需要 比较能够拦截比较高的 但是它有个问题 它真的价格非常昂贵 所以呢目前来讲 只有美国人自己弄 然后你可以看到 现在美国如果说 它在世界各地 做这个部署的时候 如果突然发现 就是 这边有个洞就对了 要防御的那一方 具有这种 那个战区飞弹拦截 攻击能力的时候 它马上就会把SED 弄到那个地方去 它整套SED 其实它那个不只是 飞弹的部分 它其实也靠一套 就是那个陆基的 X-BAN的那个雷达 它一个小小的 那看起来很像一个 怎么讲 一个像一个那个 弧形的一个阵列雷达 而且可以用车子拖的 它也是一种 机动部署的 那个X-BAN的雷达 它可以拖到限地以后 然后为那个SED 然后提供 最新的敌方战 那个战情 那个弹道飞弹 这个资讯 但现在韩国来讲 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因为 美国要钱 要太凶了是吧 要太贵了 真的啊 反正做生意 就不会跟你客气就对了 对 太贵了 所以不是只有 对台湾卖的贵 对他们也很贵 其实没错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美国做这套系统 它基本上来说 目前为止 SED只有美国自己在弄 然后其他欧洲国家 等等日本 都觉得太贵了 不跟你玩 对不对 然后美国当然 在这个情况下 它最有可能 需要买它这个SED 这套系统来 除了台湾之外 那台湾它又不卖 那另外就是韩国 因为韩国面临了 这个北韩 北朝鲜对不对 它也是一个 这个飞弹大国 它的这个飞弹的数量 虽然没有像 那个中国大陆 有1500枚 但它也有个 六七百枚 对不对 所以目前韩国来讲 它虽然现在已经决定 要买i3了 那配合上它原有的i2 但是如果在搞SED的话 对不对 觉得实在撑不下去 花太多钱 而且最主要是 今天他们自己做 这个飞弹来讲说 你看他们做这个 那个L-SAM跟M-SAM 就是长层的 这个拦截飞弹 跟中层的这个拦截飞弹 对他们来讲 其实它可以一弹二用 也就是说 它希望的用 借由这样的自立研发的 这个方式 首先当然也要能够 掌握出自己的技术 因为你自己开发的话 很多关键核心技术 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对不对 然后也不会说 任由美国人予取予求 那另外呢 它其实它也可以 借由这一套发展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SED的那个THAD 它的这个问题就是 它这个飞弹 只能做这种高空层的 这个战区弹道飞弹拦截 那除此之外它不能做 因为而且它这个弹 又非常非常的贵 那你通常 你要拦截一颗的 这个敌人的飞弹 大概要打两枚上去 那个价钱就是 这个跟你 那个对方部署的飞弹 来相比 绝对是把你这个 国家的这个财政拖垮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对韩国来讲 不能吃那个尽兴 应该这样讲 尽兴老美 不如无老美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决定靠自己 决定靠自己 他们要自己开发 一旦双用的 既能够当忠诚 又能够当高空拦截飞弹 那个LSAM 但我们要问就是 所以它可以这样 不买美国的账就对了 当然啊 美国绝对也不会对他客气 那当然是现在 极尽各种压力之能事 就看谁已经顶不顶得住 对 看韩国能不能顶得住 而且你看 它基本上我们讲 这个LSAM 它其实最高 它可以打到40公里的高空 所以就是说 它的这个性能 基本上来讲 可以涵盖到 SAD所能够涵盖的范围 不过当然了 时间上来讲 韩国人自己搞 跟美国人要卖给你的话 那当然时程上 要花比较多时间 对 因为你如果说 它直接跟美国买的话 其实很快 因为SAD在美国来说 现在已经等于说测试完成了 现在就开始来找冤大头 看谁 这个韩国出多少啊 然后哪个国家出多少啊 土耳其出多少啊 所以你看土耳其就不甩他嘛 然后自己自己玩 越来越多人都不甩 对 因为太贵了 对啊 真的太贵了 但是这边可以看到是 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国家 真的没有办法 你讲到钱就伤感情 没有办法都买美国人的账 刚刚讲到的是南韩这边 那刚刚在之前 有稍微提到 就是先前的 一直想要拉盟友的 就是日本 日本要跟美国结盟 但是呢 也不是每一步都照单全收 像是TPP这个议题 到现在都是不肯签下去 这样子就算了 所以呢 美国人已经有一点 不爽安倍晋三了 现在是要变本加厉吗 为什么竟然传出来 安倍首相有意啊 打算呢 要去北朝鲜 跟金正恩大将军会面 要来博一下感情 像是一次要弃欧巴马 再加普警惠吗 这要问赖教授了 这个 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安倍晋三 怎么了 因为他磨定而后动 我当然我们觉得 现在来评估他的磨 就是这个磨略 是否正确还早 但是呢 我们确定可以说是 安倍晋三的内阁 是磨定而后动 而且他的外交的 手腕的灵活度 的确是比奥巴马 还要高明 目前我的估计 至少他很吃透了 奥巴马的 目前的内阁 尤其是他的国安团队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这个要看 因为你记不记得 这个安倍晋三去 跑去看这个 金国神社的时候 那么引起了整个亚洲国家 特别是韩国 中国大陆跟美国 连美国都不愉快了 对不对 所以美国都对 安倍晋三讲了重话 讲了重话以后 这个时候 奥巴马 他就去日本访问的事情 就往后推迟了 这个时候日本人就一直要 奥巴马到美国来访问 因为他想 奥巴马到美国来 要把钓鱼岛跟安保 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对日本来说 一定要促成 奥巴马到日本来访问 可是当时 我们在讨论这个的时候 奥巴马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去两天好了 可是我们讲 国事会议一定要三天 国事访问 一定要三天 好 那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 安倍晋三就用两个手段 现在目前谜底解开了 两个手段 一手硬 一手软 或是一个甜头 然后一个狼头 这么直接 也是这样子 甜头就是用钓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来的话 我们TPP的农业 可能可以弹出来 放一点消息 放出消息出来 好像就是说 可以来弹 可以来弹 可能可以 所以奥巴马出访前 还说 我们这次去 就是要把TPP的农业协定 把它弹成 但也没弹成 但是之前 我要你来 有这个讯息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就是放出一个甜头来 另外一手就印了 就是一个狼头了 这个狼头 现在已经谜底解开了 就是日本他们自己公布了 波斯特他公布说 在三月底的时候 本来安倍晋三临时准备 而且他的军方 已经在北海道的空军基地 已经准备好一架飞机 这个飞机 随时可以飞到宇田机场 把这个安倍晋三接走 直接飞到平郎 不要忘了 是三月底的时候 那以美国在他的盟国 部署了这么绵密的情报网 你认为这个情报 怎么会不知道 会不知道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是安倍晋三的政府 故意的摆一个姿态 让美国人说 你如果对我 还不肯买单的话 那我的印的这一手 就是我可能直接 跑到平郎去 所以现在真的就是要再印一次的感觉 对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 那个奥巴马没办法了 赶快四月份就赶到了日本去了 赶到日本去以后 去了三天 的确就把这个钓鱼岛的问题 就把它放进去里面 所以你看之前的话 这个他们包括副总统 包括美国的副总统 美国的国防部部长 不是都前后的跑去日本吗 其实我觉得就跟这个 有点关系了 好 那现在你看 新的局势又发生了 也就是说日本的外向 就是负责外交的 岸田文雄 他在参议院的时候 他就说了 他说他们现在正在研究 安倍晋三到平郎去访问的问题 所以正在研究的意思 也就是放风了 又是放风声 而且这一次是由他们的官方 正式宣布放风 要看你美国 看你韩国 看你其他的国家 就是说尤其是你美国 韩国 要不要拿什么东西来跟我交换 又要换 这心机有没有这么重 是要把这个奥巴马吃透透就对了 因为他要的是什么呢 我要的是 因为坦白说 安倍晋三有正当性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去解救他的平民的人质 所以目前传出来就是说 用三个人质 就是被绑架的人质 把日本人救回来 然后他全面的解开 这个经济制裁 因为美国也干了一件 实在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就是说他去把五个恐怖主义的塔利班政权的五个头头 把他换一个美国的大兵 而这个大兵目前传出来了 竟然可能是逃兵 那你想想看 美国都可以违反了 就是都可以出卖阿富汗政府 出卖阿富汗政府 甚至影响到后来的安全 对 违反了他们自己本身的 不跟恐怖主义谈判的原则 然后换回来是一个大兵儿 但是安倍晋三换回来是被绑架的平民 这天经地义吧 好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他就破坏了美日韩共同对付朝鲜的 这样的一个阵线 这就很严重了 所以说欧巴马还忍得下去 你要不就是要韩国说来交换 你对我 你不要在每天那边 气说我跑去参拜建国神社 你搞卫安护 你不要再跟我玩这个了 我们三个要站在一起的话 那你就要跟我交换 你就要来谈 你要不就是朝鲜来跟我交换 为什么 因为朝鲜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它的经济状况跟外交 其实非常的严重 所以它一定要找一个突破口 日本就是一个突破口 好 所以你这边就会看到 每一步真的都是攻心计 但是我们光讲别人国家 别的国家发生的事 怎么可以 当然也要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英勇的国军 对不对 为了因应时代的潮流 这个时间的演进 也要帮我们强悍的军事武器 给他做一个拉皮 更新的工作 才能够应付当前的局势 如果共军要来犯的话 我们才可以抵抗 对不对 所以现在就看到了 我们花了很多的钱 要帮那个 比阿公还要老的那一艘 缺个潜水艇 做拉皮 雄威 他不是拉皮 不是拉皮 他根本是换钢筋 换钢筋 对 那根本是换钢筋 大工程 拉皮还不够形容 对 因为我们讲到这两艘前件 说真的 我对这两艘前件 这两艘我都从进去 从这里爬进去 然后爬到这边再爬出来过 有有 孝晨哥也有去过 对这两条船 我们都爬过 我还爬过两次 两艘不一样的 海师海报我都爬过 雄威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叫潜艇总动员 有啊 演习的潜艇 对 就一模一样 就是那样子啊 一模一样 对 然后我跑去旧金山的时候 旧金山的愚人码头 有一个潜舰博物馆 从里面钻进去 再爬出来 怎么搞的 完全一样 真的啊 对 其实它真的就是二战时期 美国所建造的这一批 这个舰队潜舰 就没错啊 数量非常的多 到现在我们还在用啊 对啊 然后经过70年 就我了解 70年 这个潜舰 它现在这个开出去 你知道吗 它现在已经潜下去 它还可以潜水 它真的还可以下潜 但问题是 它下潜 只能潜到 所谓的潜望镜深度 就是潜望镜 可以看到的这个距离 对 因为再升下去 它不敢让它再下去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一艘潜舰的 这个压力壳本身 它设计来讲是正圆的 对不对 这个圆要非常精准的正圆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 海水挤压 那个圆已经不圆了 这不圆了 对 所以就是说 随时有可能 因为潜的太深 压力 那个接受的不平均 这个情况 就有可能挤破了 这样子还要再换 还要再用 继续抄就对了 因为我们买不到新的啊 所以就苦到了 这个海诗跟海豹 70岁了还在爆 对啊 而且当时我们那时候 还同意替那个 好像替那个国外的 像不知道Discovery 还是国家地理 让他们去进入 去拍理组纪录片 要等到我们这两艘潜舰 除役以后才拿出来播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现在可能又绵绵无绝 还是播不了就对啊 对 然后但是这个潜舰 说真的 它今天再换 我们刚刚讲到 它其实不仅仅只是 换拉拉皮而已 真的是换钢筋 因为一艘潜舰 它本身的这个舰身本身 特别是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压力壳的部分 其实就等于它整条船 承受水压 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过去曾经海军执行过 一个叫新中计划 就把那个 那个中日级的老的战车登陆舰 那个船壳换啊 然后弄个新的壳 但这一次啊 你要换一个新的壳 说真的 整个工程会比那个 我们刚刚讲到 新中计划 换那个战车登陆舰的壳 的那个工程还要浩大 台湾来讲 现在唯一能做的是 先把这两条船 很老很老的 这个嘎比吉前线 真的比阿公还要老 嘎比吉前线 先把它整个这个钢筋 这打掉换新的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其实很委屈 没办法不得已 还是得要换新 真的是没办法 因为其实 而且最主要的问题 是这两条船 我们刚刚讲到 它压力壳 都已经不是圆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万一出去 真的因为有需要 要浅深一点 你知道 这所有人真的是 你知道 会下就对了 其实会下 而且你知道 那种一般人言 那种潜见 如果万一 它这个整个船身 因为水压的关系 被压迫的话 它不是说 到处都 到处都还要给你时间 它通常就是 如果当你这个压力壳 超过 就是水压 超过压力壳的 承受限度的时候 砰 马上就是被压扁 所以这边就看到 我们的国军 在这个国防武器上面 这个购买 或者制造上的困境 真的是 只能深表同情 先请大家 稍后片个广告 回来来 来看看到底 是不是 网路虚构的恐怖故事 会对儿童的身心 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美国就发生了 这个恐怖的例子 马上回来 这两名十二岁的女孩 其实已经计划几个月 她们决定在上周五 对同年龄的好友下手 先是要求一起夜宿 接着把受害者骗进树林 狂砍她十九刀 至于为什么下手如此凶残 原来这两名女孩 是一个以暴力 强杀幼童 为名的网路虚拟人物 收藏人的本资 两名女孩坚称她们身性 只要杀人 就可以见到受藏人本尊 因此犯下滔天大罪 而杀人之后 这两名女孩 随机走上周际公路 打算一路步行 前往一处国家公园 去找她们认为 确实存在的受藏人城堡 最后若亡 真的是太夸张了 所以我们说 未成年的这些小朋友 身心发展不够成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电影 什么书籍刊物 会有分籍制度的原因 你说不重要吗 美国马上这个故事 就受到影响 对 没错 5月31号 发生在美国威斯康辛州 这一起悲剧 那么两名嫌犯只有12岁 吓死人 12岁的女童而已 小学6年级 而且她们很公于心计 为了策划这一次的谋杀案 已经公于心计 弄了整整6个月的时间 在策划 从去年底的12月 一直策划到现在 那么就用一个 睡衣party庆生为由 把她们的一个12岁的同学 骗到了家里来过夜 隔天早上 就把她骗到树林里面 说要到这个森林里面 大家去散步去玩 就没想到她的同学 走到前面的时候 这两位小女魔 小魔女 竟然从身上拿出了刀屑 竟然就往自己的同学身上 就这样猛刺 自己太夸张 刺了19刀 然后这个被害人 她事实上还有逃跑 你知道吗 还有逃跑的过程中 还要骂他们 你们是恶魔等等 最后她们想说 已经刺成这个样子 就决定把她丢在森林里面 还叫她不要动 说你不要动 我们去求援 明明就是他们杀的嘛 还说你不要动 我们去求援 原来他们的想法是说 反正你被我们杀成这个样子了 我就让你自己流血而亡就对了 那等到 没想到这个被害人 他自己仅存一口气的力量 用爬的 爬到路上了以后 遇到一个骑单车经过的一个行人 帮他报警 然后19 等于说送到医院 捡回一条命 因为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刺中了心脏等等 那身上被刺了整整19刀 那等到警方40分钟后 这个逮到两名下手行僧的女童的时候 很讶异 为什么呢 两个人很高兴背了一个包包 那警方揽下来了以后发现 那个行凶的凶刀 还放在他们背后的包包里面 那包包里面还有什么呢 竟然有一大堆的零食 然后呢 问他们为什么带零食 因为他们说 他们要去投靠一个叫做 受藏人的一个家伙 然后呢 其中一个女孩子 这包包里面还有一张家人 全家伙的照片 他问他 警方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带这张照片呢 他说 因为我要去投靠受藏人 以后就见不到家人了 我不想 以后我想不起我的家人的样子 那么什么是受藏人呢 什么是受藏人 对没有错 我们看一段影片就知道了 这个影片里面呢 所谓的受藏人是什么 你注意看他的外墙 这是什么墙壁 有一个是攀查的墙壁 有没有 像蜘蛛人一样攀查墙壁 不仔细看 你以为是一个怪物 一个蜘蛛的东西 对不对 他的身形非常的瘦 然后呢 非常的瘦藏 然后呢 他的身上穿的是黑色的衣服 这个就是网路上所说的 这个所谓的受藏人 不知道的人 你以为说 知道你是什么 他是真的 他不知道 以为说 他是不是一个真的东西 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所谓的受藏人 你看他的四肢可以自由的伸缩 可以自由的动 还可以攀爬在这个墙上 事实上 他是个虚拟假的东西 他是在2009年的时候 在网路上 大家网路上 现在网友有些人很无聊 就发明了一个叫受藏人的东西 那这个受藏人是什么呢 他是在2009年 在恐怖论坛里面出现 就是我们来塑造一个妖怪 就类似网路妖怪一样 那就把它开始了 除了这个网路 我们塑造写小说之外 我们把它用你可以用的软体相片图画 把它汇合以后 把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 汇合成像真的一样的照片跟影片 你知道吗 塑造出一个 然后我们再接力写恐怖故事 然后就塑造出这个所谓的受藏人了 那么后来他们塑造出来的 这个假的虚无的这个受藏人 是怎么样子呢 他事实上五官看不清楚 然后身上穿着是黑色的西装 跟打领带 然后他最喜欢找小孩 那五官看不清楚 各位如果你要用一个比方 如果你看过哈利波特的电影里面 有一个叫做阿兹卡般的逃犯 有没有 里面有一个吹狂魔 全身黑黑的 然后到你的面前 对不对 要抓逃犯的时候 他没有五官 都是黑色的 有没有 他的脸都是黑色的等等 如果你要这样形容 那么这个所谓的受藏人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他是一个坏蛋 为什么说坏蛋呢 他专门杀人 尤其喜欢出没在 这个有大雾的森林 然后或者是下雨的夜晚 尤其是特别喜欢抓小孩子的灵魂 所以说他如果在梦中 出现在你的梦中 或者是你睡觉的时候 门窗没关 他就会从窗帘 外面爬进来以后 射你的魂魄 把你给带走 那么这样一个恐怖的 等于说 就真的骗到小孩 对 而且他说 如果你被他锁定 他靠近你的话 你会记忆力衰退 你会失眠 你会多疑 这应该是更年期的 真的啊 你写到创作里面去了就对 写这个家伙的 一定是更年期的家伙 年纪比较大就对 50几岁就会有这个毛病 没办法 事实上后来 可是问题是他会杀人 他会杀人 那你问说那两个小朋友 为什么后来会去杀 他们自己的同窗呢 原来这个受藏人有个特征 他特别喜欢锁定小朋友来杀人 那杀人了以后呢 他会把这个小朋友的魂魄 给带走 带走到这个森林里面 号称他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城堡豪宅 那这两个女童呢 两个小朋友就想象就是说 他们非常相信 网络的这个传说 真的被影响 对 他们就认为说 我要跟他效忠 就有点像是效忠恶魔 撒旦一样 那我要跟他们宣誓 效忠怎么办呢 我必须去杀一个女童 那杀一个女童的以后呢 我才能够得到 这个所谓受藏人的信赖 信赖 那他就会把我带进他的城堡 一件虚无缥缈的一个故事 所塑造出来的 假的恐怖故事小说 竟然可以变成一个命案 这个完全违背 所谓的恐怖鬼故事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的鬼故事 大部分的人 都要形塑鬼故事 他除了吓你之外呢 他一定要有一个 叫中叫下的结局 所以他必须告诉你 鬼最后呢 还是没办法战胜正义之类 对 没有错 结果没想到说 这个受藏人是 受藏人战胜的 所有人的一切 他要过来抓你的时候呢 就好像十三 好像星期五的 那个大坏蛋一样 对不对 他的梦中永远是赢的 结果没想到 两个小朋友 两个十二岁而已 竟然就这样找了 自己最亲密的同学 就这样狠狠地 砍了十九刀 而为了这一件案子呢 最后虽然警方 让他们保释 他的保释金额 竟然是 五十万美元 也就表示说 美国政府跟美国的警方 对他们这样的行为 是非常介意 也非常小心 那接下来就要看 如何去处理网路 这些虚无缥缈 又加上非常暴力化的 恐怖小说了 好 真的 要人命呢 也不是只有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还有恐怖的大自然 为什么 因为不说 没有亲身看到 你恐怕都不会相信 真的就有这种 类似毁天灭地的沙尘暴 真的可以要人命 甚至破坏掉整个城市 就好比电影 不可能的任务片段 我们先来看看 What the hell is that? 对 有 我 你 阿湯哥的電影真的拍得一點都不誇張 因為像剛剛影片中 那麼大的沙塵暴就發生在伊朗 而且造成了至少五個人死亡 當地的居民是用末日來形容 對 這個伊朗的首都德黑蘭 你現在所看到的照片 完全不是電影特效 也不是photoshop做出來 剛剛那還是特效 沒錯 而且這個是 你想想看 這整個漫天的黃沙 你根本看不到 從這邊要吹過來 而且它整個 如果城市掩蓋在裡面 你知道住在城市裡面 有多麼的害怕 這個事件發生在這個月1號下午 大概5點10分左右 你知道我們以來講下午5點10分 理論上還有太陽 那住在這個德黑蘭城市的人 突然發現到不對 天邊怎麼突然怪怪的 你這樣抬頭一看 哎唷 漫天黃沙 而且整整15分鐘 把德黑蘭全部都籠罩在 黑天暗地之中 就跟剛剛電影的影片 沒錯 因為我們陽光 通通都蓋不進來 而且這個時候的 這個我們講說恐怖的 900秒裡面 這個沙塵暴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這個時速是120公里 真的是像風暴一樣 對 那它這個不只是影響 當地居民的作息 為什麼你看那桶子 還從樹上掉下來 包含什麼 航空飛機 飛機這樣也受到影響 這怎麼飛 對 整個交通也都受到影響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看那裡面都是很多的 那個狀況有沒有 有很多都是車子撞倒的 因為你根本看不見 對 沒錯 所以在那樣的狀況 其實就非常非常的危險 還好沒有鬧出太大的 太大的障害 只有一些車子 有經過一些交通的事故 然後大家這樣掩面而過去 但是這個事件真實發生之後 你來看看 德黑蘭當時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真的就是黑黑的 就是完全是 而且這個是在下午 大概5點10分左右 這個是我們之前 台北曾經在2010年的時候 3月那時候也有弄到沙塵暴 我們也有 我們那時候其實每次 都會在氣象預報告訴大家 大陸會有那邊來的沙塵暴 沒錯 我們都會說 台北的天氣狀況很糟 可是你會發現這樣一比起來 我們好多了 其實還是有差就對了 因為最少還有一點朦朧美 這完全是黑黑的 這真的是黑的 沒錯 原來如此是這樣比 結果後來這個事件之後 又引起了大家 對某一個事件的討論 跟恐龍是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曾經有很多人在質疑說 地球上原先是恐龍 這個作組的時代 為什麼恐龍會滅絕 各種說法都有 曾經有講說什麼隕石掉下來 這是最常說的嗎 然後說有洪水 氣候的改變 火山爆發 但是有一個說法 說到是沙塵暴 讓恐龍滅絕 也有可能就是了 對 我們先解釋一下 就是說在內蒙古有個地區 它基本上都會有一些恐龍的化石 在被挖到 可是2009年的時候 他們找到了 研究人員找到了兩隻的恐龍 叫做 找到兩隻恐龍 這兩隻恐龍 是一前一後的慢慢 就是在走路的樣子 那為什麼會強到 它是一前一後走路的樣子 因為研究人員發現它的時候 發現到那個恐龍的周邊 都是非常細小的沙子 包含它身體裡面 都是很多很多細小的沙子 後來它當時研究人員 就在研判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是一場 突如其來的沙塵暴 然後導致那整個恐龍 完全都被埋在那個沙子裡面 否則它不會 一般如果是說什麼 沒辦法呼吸 如果說是爆炸或什麼 它周邊的那個土堆或什麼 不會是那種細小的沙去組成的 可是那一天的狀況 他們挖到之後發現到說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瞬間讓它整個恐龍分辨不了 而且沒有辦法呼吸 然後也走不出去 就到最後就變成 導致了恐龍的滅絕 而且那個沙塵暴 可能比剛剛看到的大好幾倍 那可能時間的長度 或者是它 對 那或者它的規模 可能就會更大 那所以這個新聞一出來之後 就引發了另外一個 科學家的討論 這個就是真實 大自然的確是很難以對抗 但是更恐怖的事件 再看下去就發生在印尼 這個傳說 由赫赫有名 惡名昭彰的死亡動物園 那所有的動物要是知道 要住在那裡面 都會非常的心驚驚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又傳出來 真的把動物又給搞死的 這種消息 而且是一隻科摩多龍 這麼難死的動物 都可以被這個動物園給玩死 會不會也太有本事了 小燈哥 那剛才人據講說說 那個恐龍有可能是 被那個沙塵暴裡面悶死的 對不對 那如今在那個 印尼的市水動物園裡面 死的這一隻科摩多龍 它絕對不是因為 沙塵暴悶死掉的 對 那有可能是怎麼樣呢 因為呢 沒養好 然後營養不良死掉 你剛才講的沒有錯 科摩多龍很難死 就要他死還不容易就對了 為什麼很難死呢 首先呢 他們在求我期間的時候 有沒有 他們要互相攻擊 會咬到對方 那他們的口水 是全世界最毒的口水之一 口水都毒啊 對 因為他的口腔裡面 有超過40種以上的細菌 在這裡面 如果他咬你一口的話 你差不多就被告死刑了 比那名嘴更毒了 當然比名嘴更毒了 這個會死人的 會死人 名嘴了不起 人類大概十多種的 細菌蛋裡面而已 這種的話 咬一口的話有沒有 拖不過大概三個小時有沒有 你就掛了 你知道嗎 馬上呢 因為這個叫毒發身亡這樣 你想 互咬對方都咬不死啊 居然會被關在動物園裡面 養死掉 這動物園也太有財了吧 而且試水動物園的話 今年是養死第二隻科摩多龍 他還不是第一隻啊 他剛是今年就第二隻 掛在那裡啊 是啊 沒錯 兩隻就嗝屁了 所以後來之後呢 整個那個洞寶團就說 你這試水動物園 根本就是誰 全球知名的 惡名昭章的 死亡動物園 這是真的是很誇張的一件事 對 因為他們從今年到現在為止 已經養死了多少動物 據說超過40隻以上 蛤 這到底是動物園 怎麼養 怎麼死就對了 就是在那邊就會死就對了 其實他們二名昭章 從2010年開始 2010年開始的時候 你想想看 我隨便這樣數一下 他養死了一隻 樹蒙達蠟 13隻科摩多龍 人家2010年一口氣 就幹掉了13隻 你想想看 之前那個獅子上吊 也是這個動物園 你有看過獅子會上吊嗎 我第一次聽過獅子會上吊 他真的就吊在那邊 那沒什麼關係 龍動的養死 獅子上吊算什麼了不起呢 這動物園太恐怖了 因為這幾年一直發生很多事情 結果後來動物園就開始在查 到底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就差不得了 你知道嗎 除了科摩多龍 養死之外 還發覺到有什麼 你知道嗎 150隻的剃虎 養在一個小小的籠子裡面 然後給一個很小的水池 大家有沒有擠得跟沙丁魚一樣 剃虎變成沙丁魚 把它養成這個樣子 環境太惡劣就對了 還有他看到一隻小象有沒有 我們一般在東元看到小象的時候 像我們過去的時候 在東元看到那個非洲象 或者是亞洲象 很開心對不對 走過來走過去的 有沒有 這邊吃草那邊打屎這樣 對對對 在那邊是怎麼樣的 他把這個小象四肢固定在那個地方 固定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雕像的大象 你把一隻活的大象 活生生的大象有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要把它固定在四肢 讓它不能左邊走 也不能右邊走 這也太慘了吧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那一種 一種奇怪的管理方法這樣子 再反正就看到 有一隻那個什麼長頸鹿 長頸鹿又怎麼樣 後來掛了嘛 掛了 後來突然就走一走 咚就打下去了 掛了之後 總要知道怎麼死的對不對 結果切開他胃一看 你知道在他胃裡面有多少 20公斤的塑膠袋 為什麼要塞他塑膠袋 因為很多遊客就斷扔嘛 一扔完之後 他也覺得那東西應該是不錯吃有沒有 就拿起來就剋一下 然後就吃掉 都不管了 結果在胃裡面就20多公斤 結果呢他們就問管理員說 你到底有沒有在親這個 這個你這個長頸鹿的這樣子 那可見是沒有 他就說我就叫他親啊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他講說因為我沒辦法 因為我懶得親啊這樣 懶得親欸 你有沒有聽過懶得親這種情況 不管怎麼樣來講 現在目前試水動員已經被點名了 大家就看了說怎麼樣改善 好在這邊有這種恐怖的黑心動物園 把這種很難死的動物都可以搞死 那看到另外一邊 我們看到中國去 那邊是有一個男子啊 真的是在太歲的頭上動土啊 他就撿著撿著就撿到了一顆太歲 到底太歲是什麼呢 我想可能很多觀眾還搞得不是很清楚 就讓我們來幫大家解釋一下 這可不是安太歲太歲爺的那個太歲 那到底是什麼呢 人群 本草鋼木有記載 真的有記載 有一種東西叫做太歲 可是他寫的其實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他寫的像蚯蚓一樣 蚯蚓 對對對 這是我無知啦 因為他講的法是說 這個太歲大部分是生長於土下 它少部分生長在水中 而且它身體又軟軟的 那該硬的時候有硬硬的 而且泡水之後會長大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能夠嚴嚴益壽 你把剛剛那個再講一遍 軟軟硬硬的那個再講一次 對對對 就是本草鋼木有記載 我沒有聽清楚再講一次 什麼時候該軟該硬 就是它外表有堅硬的地方 但是也有柔軟的地方 你現在講的是太歲 是太歲 繼續打斷你 沒關係我原諒你 那結果呢 而且要記載說 這個太歲這個東西 它基本上因為它有嚴嚴益壽之孝 據說秦始皇 曾經找人去找它過 就是它是仙丹妙藥的那種感覺 那也有人講說 它是這個第四種的生物 也不能講說生物 因為它既不是動物 也不是植物 也不是生物 那它到底是什麼 對 就很奇怪對不對 就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名稱 那怎麼會被這個人撿到 那也有人說它看起來很像靈芝 靈芝 對 那就是仙丹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我剛剛講了很多很多之後 你完全搞不清楚 太歲長得像什麼 我只聽得到你講軟軟硬 我知道你對軟硬比較敏感 那重點是 大家都只聽到那一段 然後呢 重點就是在大連有一個男子 他有一天走在路上 走著走著 我們不是有人捡到黃金跟鑽石嗎 他不是 他捡到一顆類似像足球大小的東西 他老兄說他拿回家之後 搓一搓有點硬裡面 你看你又是不是 是 所以剛剛我就只聽到硬跟軟 但又覺得有點軟 所以他就非常好奇之下 把他拿去泡水 沒想到泡水之後突然長大了 就長大了 沒錯 所以他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感覺上很神奇 感覺上本草綱目曾經看過 他認為他自己捡到的泰稅 你自己有辦法解釋就好了 不要 他覺得他自己捡到的泰稅 你知道嗎 而且他覺得說 因為就本草綱目的記載 講說泰稅有很多很多的功用 所以他就發現上網一找 你知道 結果找到說 我捡到泰稅 我捡到泰稅有人要買 三萬人民幣 那發了一筆小財 對 結果他就馬上PO出來 就跟大家講說 你看我捡到泰稅了 大家要買的趕快來找我 結果真的有研究人員 跑去跟他講說 有 你捡到的東西叫做泰稅 是 沒錯 但是你捡到的這個東西 基本上沒什麼要用的價值 就那些可能是人家糊弄出來的 就搞出一堆段 所以到現在還是不知道 這是什麼 完全在質疑跟挑戰本草幹部 這本書 結果後來這個男子 也講說無所謂 但是我們講實話 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以前大家會講 有一句成語叫做 在泰稅頭上動土 你知道嗎 這個事件就是因為 我剛剛講說泰稅他習慣 就是在這個土壤底下 在西安的時候 曾經有 曾經發生過另外一件事情 有一個男子 他在家裡挖井 你知道嗎 挖挖挖 挖了80公尺之後 因為井通常要挖比較深 對不對 挖了80公尺之後 沒有水跑出來 他突然挖到了一個物體 那這個物體 長大概就19公分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就他們把它做成新聞 你有沒有看到 你看兩頭尖尖這麼大個 泡到水變大了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前面還開了鹽 前後都各開鹽 然後兩邊有菌狀的物體 對不對 他也覺得說 我的老天啊 這個一定是太歲 因為跟本草鋼木所講的 那不是個香菇嗎 你看那個記者 是軟軟韻硬的對不對 那個記者還拿著涼 還一直泡水你知道嗎 還在那邊跟大家研究說 還把本草鋼木都弄出來 結果這個新聞一播出去之後 我的老天大家為之瘋狂 結果這時候電子來 接到一個電話 這個電話一接起來 問哪位 不好意思 那個東西我知道是什麼 真的嗎 真的是海水嗎 肉靈芝 不是我們是做那個 情趣用品的 它是我們家生產的 等一下 你是認真的啊 我是認真的 我以為你是在鋪梗 原來你是認真的 並沒有 前面的梗都為了講出這件事 就是為了講這個 真的後來他們找到那個碗 其實是人家情趣用品公司 所研發出來一款 自我 他那名字叫做太歲嘛 這就叫太歲啦 他就是這樣子 後來就成為了一個大笑話 我看你再怎麼講下去嘛 沒關係 這一邊看完了 太歲頭上動土 另外一邊啊 飛過太平洋 還有呢 巴西的這個封男啊 在這邊幹嘛 封整容 大家可能會說 整容有什麼了不起 這年頭整容的人多的是 走在路上閉著眼睛撞 可能都一堆是整容的 但是這位巴西的年輕人 特別不一樣 他就硬要把自己一個巴西人 整成變成一個韓國人想要當歐巴 這個巴西歐巴也沒有 他今年25歲 他叫做麥克斯 麥克斯 對不對 他呢是到了那個韓國去做交換學生 其實他19歲了就是哈韓迷 他就是屬於那個韓流的一個崇拜者 這樣子 然後後來之後 他一年多前的時候 他就去做交換學生 一去之後呢 沒想到 一年後回來之後變成德性 怎麼了 你說這是同一個人啊 同一個人啊 這也差太多 染髮就算了 這個臉型 眼睛 眼珠 顏色 全部都不一樣 對 我跟你講 因為他哈韓嘛 哈成這樣 他可能想當都教授有沒有 但他沒有搞清楚有沒有 都教授是從 Kamen T148.05星球來的 真的喔 他還是從地球來的 你看他原來這個樣子 說實話長得還蠻帥的 對不對 金髮碧眼這樣子 就是一個那個小老外的那個樣子 結果呢 他突然間就這樣子 動了超過十次的手術 花了大概將近一百萬這樣子的一個手術 就是為了要變成一個韓國的臉孔 是 然後我們就看他把眼睛這個地方拉長了 就像韓國那個細細長長的眼睛 有沒有 他這樣子怎麼出海關啊 誰認得出來啊 這根本是兩個人啊 這個不用擔心 在韓國的那個整型的醫院 會開證明是吧 他會開證明給你 他會告訴你說 之前他是長這個樣子 但經過本月 在這個動完手術之後 他現在長這副德性 他回到巴西去生活是受得了嗎 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他老爸就說 沒關係 隨他啦 你喜歡就好 這個爸爸比較開門 他老媽就說 開什麼玩笑 我兒子原來長這個樣子 突然間變這個德性 回來變個韓國人啊 變這個德性的話有沒有 你叫我怎麼樣跟江山父老有沒有交代啊 對 人家還以為我不小心有沒有討論什麼克雄 怎麼生出一個這個樣子出來 但怎麼會有這樣子的現象 那不管怎麼樣來講的話 到現在為止的話有沒有 他高興就好 因為他到現在為止 你看他整成這個樣對不對 他只有一個鼻子還是真的 只有鼻子是真的啊 整個臉都壞了就對了 其他全部都壞掉了這樣子 不過我要真的奉雀這一年輕人 還包括很多女孩子 還包括男生喔 哈韓它是一件 你們自己個人的一個自由 喜好嘛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有一天 萬一有一天有沒有 不哈啦 不流行的時候 不哈了之後怎麼辦 你整成這個樣子的話 你怎麼回來 就要再花一百萬變回來是吧 重點是你回來會很難 你改過去的時候 一般來講的話 還沒什麼問題 你目前現在的一個醫學技術 回來真的會很難 我們以一個Michael Jackson那個改法就知道 他把他漂白成那個樣子的時候 他要再回到原來黑人那個 膚色的話有沒有 其實是男上家的 而且你看身體要承受極大的痛苦 所以各位要整型的這些年輕人有沒有 三思而行 真的要想清楚啊 好再來來看看聖竹屋啊 說說看歷史上的今天 當然今天是六四 就要來談談這個25週年的六四天安門 我們一起看看 歷史上的今天 1989年6月4日 中國武力鎮壓抗議的學生團體 那就是震驚世界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1980年代的中國 面對世界變局和自身經濟發展的困局 共產黨開始出現了改革派以及保守派 兩種不同的聲浪 而社會上也出現了經濟自由化 要求民主與法治的聲音 等到1989年屬於改革派的前總書記胡耀邦 因病去世後成為中國學生 重新凝聚起來的動力 要求中國政府重新審視胡耀邦的觀點 中國校園重新蔓延了改革開放民主法治的聲音 最後演變成齐聚天安門廣場 要求中國改革 包括經濟問題 速灘和保障新聞自由的學生運動 由於學生的抗爭引起了中國各地 乃至於全世界的迴響 最後中共的高層決定把抗議的學生 定調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 於是快刀斬亂麻 實施戒嚴令 派令解放軍前往天安門廣場鎮壓 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 寫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直到今日 中共對於六四事件仍然是相當的敏感 相關的作品或記錄都遭到了封鎖 當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時 台灣也有記者在現場採訪 挑戰新聞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抱歉 我抱歉 可惡 還沒有 劍 不 不 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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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ve him alone Leave him alone Leave him alone 好 我們常常說拍電影是假的 但是你遇到不講理的這種軍系政府 這個有時候電影就算是假的 不準學就是不準學 這可不是在開玩笑 如果你現在到了泰國去 你可以比YA 你可以比ROCK 你甚至可以比只有中間的那一隻手指頭 但是你千萬不要比剛剛電影裡面的 飢餓遊戲片段裡面的那三隻手指 你會倒大沒啊 對 飢餓遊戲裡面的三隻手指頭 代表的是對獨裁政府的不滿 抗議 然後跟等於說我們愛慕者的一種不捨 還有分離就對了 你看剛剛就被抓進去就槍斃了 然後在泰國的話 現在這個比三隻手指頭也是不可以的 你學電影都不行啊 你學電影因為就是自由 民主 博愛嘛 對不對 然後自由 民主 人權嘛 自由 民主 選舉嘛 泰國 反正自由 民主 反政變 都是這樣的嘛 不過這個手指其實在台灣也有其他的意思 真的喔 為什麼 泰國是這樣 台灣有其他的意思 台灣如果是營建署的署長 或者是桃園縣的前市務現長 比這個的話就是三千萬 那要分開啊 分開三千萬 大家看不清楚對不對 如果比兩次的話就是三千三這樣 一定要分清楚 而且吃飯的時候這樣比對不對 這很流行 手指很流行 所以比三次是三千三百三千萬啊 對啊 比三次是三千三百萬 三千三百萬 不要 通常不會有細節 最多兩次啊 三千就好了 三千萬大概知道意思 為什麼要比手指 因為怕說錄音錄影被人家拍到 對 然後比三千我就說 一月 我比錯了 也可以 然後事實上這個手指其實是一種抗議 我們都知道泰國政變嘛 對不對 然後黃山軍現在也不可以 紅山軍現在不可以 泰國政府現在泰國政府規定 一個人可以比這樣子 超過五個人我就抓你了 你知道嗎 你說五個人比這個 就抓了六個人 超過五個人比這樣子的話就造反 所以現在泰國應該流行這樣 還可以這個樣子 我抓起來就這樣子 給你看一下 比這樣子 其實就是民心思辨嘛 對不對 你不要讓老百姓比這樣 對不對 那你來台灣比嘛 台灣至少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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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